- 大家好,我是谷小兔 - 大家好,我是谷小兔 - 我今天又要来帮大家体验线上课程咯 - 最近几年疫情嘛 - 我个人就是在疫情的期间 - 体验了好几家线上课程 - 优点就是你可以在家上课 - 你不用出门的话呢,你就省了很多时间 - 随时在哪里都可以上 - 常常都是一对一 - 更能专心在你的学习上面 - 我这次体验的线上课程呢 - 它叫做YES Online - 其实我之前有体验过这家平台 - 我之前是飞师 -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出国 - 那个时候我想说,还没出国的话 - 想要打好基础 - 试价格相对来说比外师便宜 - 这一间机构啊,他们老师都是经过层层关卡认证的 - 我觉得很不错 - 所以我就选择体验这家 - 这一次因为我已经在国外一段时间 - 也面临到要找工作啊 - 之类的 - 比较更高水平女的问题 - 所以我就想 - 我可以选择外师的部分 - 虽然它价格比较高一点 - 但是它就没有口音的问题 - 更能了解西方世界 - 因为老师通常都是西方人 - 像我这次上课的老师是美国人 - 你就可以跟他聊说 - 美国的文化 - 就是你不是局限于在课本 - 教材上面 - 你还可以跟他聊一些额外的东西 - 为什么我觉得学英文重要呢 - 现在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没有感触那么深 - 因为在台湾可能就是 - 你出门去买东西啊 - 然后所有看到的人数啊 - 全部都是华人 - 都是台湾人 - 你也不怎么用英语啊 - 在台湾 - 学英语也有好处啊 - 第一个你可以 - 你有更多的选择 - 可以找到你更喜欢的工作 - 比方说 - 你想要去外商公司啊 - 因为他们一定要对接国外的总公司 - 然后再加上 - 可能有些职位需要 - 跟国外有连结 - 也是对会英语的话 - 很加分 - 而且你会更 - 打开你的视野 - 第二点呢 - 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 - 除非你是跟团 - 但是我觉得 - 出国旅游不要跟团 - 不是说跟团不好 - 我觉得 - 跟团的话你可以 - 省很多钱 - 但是我觉得就少了一种 - 乐趣 - 像我就觉得我是很喜欢 - 喜欢挑战的人 - 你什么都自己来安排 - 就是用英语来 - 去跟当地人沟通 -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出国的感觉 - 你懂吗 - 一两个月我去了一些国家 - 像是瑞士 - 还有德国 - 我自己去了 -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 - 其实不是只有英语系国家的人 - 会讲英语 - 其实很多国家的人 - 他们基本英语都会 - 就是沟通其实都是自如的 - 而且你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话 - 因为我是住那个hostel - 或是说就是青年旅馆 - 自己一个人旅游的人 - 会去住的地方 -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交朋友 - 你懂吗 - 所以你就可以认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 - 然后一起去旅游 - 这是一个如果你会英语 - 你就可以体验这样的事情 - 你不觉得很棒吗 - 我觉得很有趣 - 第三 - 吸收更多国外的资讯 - 除非人家把它翻译 - 你才可以看到中文 - 那你也可以自己翻译 - 但是可能 - 这个意思可能会不一样的嘛 - 就是你透过翻译软体翻译的话 - 可能跟你真正拿到第一手资料的内容 - 翻译的东西可能有所不同 - 我觉得如果你会英语的话 - 你会觉得更有感触 - 而且你可以吸收到更多第一手咨询的感觉 - 对我觉得玄语就是这三点 - 非常非常的棒 - 所以我推荐大家 - 可以学学英语 - 还有 - 第几点 - 第三点 - 第四点 - 可以增加你的自信心 - 就是你不觉得很多 - 会英语的人 - 为什么他们特别有自信 - 因为他就是比你多会了一个语言 - 很多资讯的来源 - 认识更多地方 - 更了解这个世界 - 不会就是 - 只在台湾只会中文 - 然后你的人生就这样子 - 我觉得 - 真的 - 大家可以去投资自己 - 要在你身上投资自己的钱 - 都是对的投资 - 最有用的投资就是 - 投资在你自己身上 - 最有用的投资 - 然后我们来问出别的 - 并且看你 - 并且…… 然后咱们 - 并且看你 - 这些基于哪里 - 并且看你什么 - 效果的 - 和 - 并且看她 - 并且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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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个人 - 尔子 - 对 - 并且看你 - 最有一个人 - 最有一个人 - 迂逶 We've been organized the trip for months, but at the end we are our plans. I think the second one is unsuccessful. Be unsuccessful. Okay, be successful. That's the one. Minage. Okay. Okay, so I need to choose which one would be. Okay, it was hard work, but we finally were successful in reaching.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 think... Yeah, I think that would be... Imagine maybe. Or manage. 接下來呢,我們看到就是,當你上完課之後, 顧問會傳給你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就是能力診断報告書, 就是長這樣。 其實它這個是老師評論的, 它會有說你現在的學習背景, 你的分級, 老師覺得你的發音, 口說, 詞彙文法, 等等的。 這都是老師評的, 老師上課之後會幫你打分數。 然後呢, 老師還會跟你說你的強項跟弱項啊。 然後老師會給你一個feedback, 像老師打了好多字啊。 呵呵, 老師真的是很用心。 然後呢, 他還會給你一個學習計劃啊。 還有呢, 你建議提升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英語中心會做這一個, 真的不錯, 因為很多平台他們都沒有這樣子的服務。 試聽不用錢, 但是你也會得到這一個, 你會知道你的英語能力如何。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聽看看。 再來呢, 我這次體驗的這個平台, 飛影顧問帶我的。 是一個不錯的顧問。 登登! 因為你要跟他溝通。 而且你要跟他討論說, 你的程度, 你適不適合這個教材。 我這次為什麼會體驗第二次呢? 因為上一次體驗的時候是, 大概已經兩三年前疫情那個時候。 那他們最近有改版。 比如說像2022年的時候, 他們有外師的部分。 2023年就是今年, 他們增加了一個AI, AI學習法。 就是你課後你可以用AI來複習課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那就是人工智慧嘛, 所以你可以更有效的學習。 學習到了你所不足的地方。 最後我想要總結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找到自己覺得最舒服的方式學英語。 不管是什麼平台, 都去試。 像我這次試的ES Online, 你可以看看適不適合你啊。 是不是適合你, 你就體驗看看, 之後你再選擇。 比如說師資、老師上課的方式。 然後教材的部分。 選課的方式啊, 還有顧問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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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